说两句 我觉得我要是 作为老板有这样的员工 我太伤心了 因为他每天都惦记老板 说的也挺不容易 吃奶牛天天挤一挤 老板蹬着车一分拨素 但是我觉得呀 他们说的 心态不好 说的越狠 批评老板越多 越讽刺 因为坐在那边的 没有一个人不想坐在这边 你辛辛苦苦干活是为了什么 早晚有一天你想当老板 对 但是一定要摆正心态 心态很重要 是不是 14号姑娘 您说开公司容易吗 我先要找场地 然后我注册 办执照 搞研发 接下来那一系列的 您说是吧 做市场推广 然后还要销售 销售完了 还要售后服务呢 您说我们真的挺不容易的 而且我们整个贡献是很大的 咱们买的托付给别人吧 他们要实现他们的价值 我们也要实现我们的价值 您说呢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老板养员工 完了 你都没乐一声就坐下来 我都把您说成那样了 我还真不忍心了 我特意听你乐 特别开心 给我们笑一个吧 我都不好意思了 好 33号 您好 您好 我是做财务工作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利润的相当一大部分 就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对 那么这个剩余价值是多少应该是合理的呢 您说说吧 我举我朋友的一个例子 他们是做系统工程的 那么他们公司去年刚成立的时候 因为市场没有打开 老板给他们订的任务是六百万一个人 一年 那他们很努力的做了一年下来 做了三百万 然后今年呢 他们又是非常努力 非常努力的做到了七百万 但是年初老板给他们订的任务 已经变成了一千两百万 那么没有完成任务的 这一年下来没有奖金 那么我就想请问 这个老板订的这个奖金 究竟是想鼓励员工的积极工作 还是说这个老板打心里就不想给这份奖金 那么如果我是这个员工 我就会想老板订的任务遥不可及 那么那份诱人的奖金也像天上的月亮一样 美丽 但是我永远拿不到 那么我的选择 那么要么我离开 要么接下来一年 我可能就不再让自己这么辛苦了